我们的竹筒回来了 我们给我们所有的村民热烈的掌声 孔荡大爱村启用仪式 压轴的是由村民扛着竹篓走进会场 至于这个子大人比我们还困难的 我们要吸体恶性 明明舒服的 满意吗 没喝满意 挺好的 竹篓里都是村民们存下来的竹筒 去年风灾发生至今 他们有了改变 南北京都要喝酒 不喝酒啊 到校阳三点要去口水啊 刚刚剂掉了 是这 祝贺你了 好心吧 奶奶开心吗 有了安心的家 也不再愁眉苦脸 几个月了 四十一 在哪里生的 在我妈大爱村生的 第一个宝宝 新手妈妈孔云林 就是在新家做完月子 名字叫孔爱慈 为什么呢 因为很感谢大爱 我们慈善机构嘛 大爱村是因为我们慈善机构建起来的嘛 所以我们很感谢 要子孙们不能够忘记这份恩情 孔淑芬更是一身红衣 盛装出席 像我们一样 一直以来帮助别人 帮助受灾难的人 真的 我非常非常的想像你们一样 爱和感恩 让孔荡大爱村 有了最好的开始 大爱新闻 这次美之宫 江苏综合